第一小题 二次项习数 负二 减五 负七 一次项习数 负三加六 这里负负得正 所以是负三加六 所以是正三 常数项 负四减二 所以是负六 有没有快 又不难对不对 你只要把那个数学的定义记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小题 二次项习数 负七 后面这个九部分是负七还有正九 所以这里是2x平方 一次项习数 负二十一减七 所以是负的二十八 常数项十五减三 所以是正的十二 好简单